車牌你看 它這麼突改的你看 收到罰單一頭霧水 明明沒到過屏東卻被開單 而且車後還一模一樣 但仔細比對罰單上的車牌 似乎有突改過 你看看這個時間點有沒有 太麻煩了吧 調出行車軌跡記錄 發現其中問題真不曉 自己愛車車牌疑似遭到盜用 連架都在家 它的車一直在跑 三天 結果三天我們車子都在家 都在家 都在宜蘭 宜蘭周先生10月6號在ETC 儲值1000元 但兩天後竟然收到簡訊通知 ETC已沒錢 直覺有意發現多筆不明記錄 最誇張的是7點25分 剛上宜蘭投城交流道 但另一筆資料卻顯示19分時 車在桃園大溪 6分鐘怎麼跑100多公里 另外還收到屏東和國道3號的 超速罰單 零零總總加起來損失超過兩萬元 這中間會發生的事情太多了 我沒有換不行 但是現在就是卡在就是說 他說嚴重超市 不能換牌 車牌被盜用已經夠無奈 又擔心不定時炸彈到處為肥作膽 但因為有罰單要換牌 困難重重 換牌要繳清所有的罰環 當事人先帶電 那等到法院或者是警方有最終的判決下來 那我們會做一個退還 同一個車牌一個在北部跑 同一個時間在南部跑 那是AB車牌被冒用 那他申訴之後 我們通信費就會給你註銷 高工局說車牌遭到 可以先到警察機關註銷罰單 接著到監禮鎮改車牌 高工局則會協助退款 避免再無辜受害 三訊黃國營和前方宜蘭成的報導